花费二百万把自己整龙成一条狗 吃狗粮睡狗龙 这位日本男子说这是他毕生的梦想 此话一出直接震碎了网友的三观 因为做人太累 男子不惜花费巨资将自己变成一条狗 并且女友也十分支持他的想法 凭借独特的梦想 证明男子成功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站在他旁边的是男子的女友 同时也是他现在的主人 自从成为一条狗之后 男子从不敢违抗女友的指令 让他做什么都会毫不犹豫的执行 因为我们都知道狗狗对主人是绝对忠诚的 所以男子在生活中尽量去模仿狗狗的全部行为 如今实现梦想的他每天过得都很开心 女友每回带他出去溜湾时都会引起众人的围观 毕竟这种不寻常的事情别说是人 就连几只小狗都很感兴趣 但女友也是个爱吃醋的小女人 她不允许任何母犬靠近自己的男友 当遇见陌生男子和女友搭讪时 男子也会不停地全废 也不知道是因为吃醋还是忠心护主的表现 据该男子说他从小就想成为一只牧羊犬 为了让自己完全适应狗狗的生活 他现在每天都睡在狗笼里 并且平时都是用四肢来走路 除了模仿狗狗的动作习惯 他甚至过上了顿顿狗粮的幸福生活 而且一定要用狗盆他菜坦去吃 每次看见女友端来狗粮 他都会发出音音音的叫声 高兴地在地上打滚 有时候男子还会故意将狗盆打翻 而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小狗也会这样做 由于刚从人转变成动物 刚开始男子还很羞涩 他想和主人出去溜湾还怕大家嘲笑自己 当得知狗狗的想法后 女友先是在家里进行训练 然后不断鼓励他走出家门 最终在女友多次的鼓舞下 他终于勇敢地踏出了家门口 对于男子来说 他感觉自己的人生再次得到了生活 让人无法理解的是 男子竟然在家里随出大小便 而他的目的居然是让主人责骂自己 因为小狗就是这样做的 当然他也会想法设法讨女友欢心 但这并不能改变女友不让他上床睡觉的事实 到了晚上 男子会自觉地钻进狗笼里睡觉 那么有人会问他这样的生活有乐趣吗 其实男子的乐趣还真不少 比如小狗喜欢玩玩具 他也喜欢玩 虽然变成一只动物 但男子还是保留了喝可乐的习惯 据说他每天至少要喝两瓶 不然就会汪汪乱叫 没办法女友只好顺着他 除此之外 他还喜欢书法 不过男子现在没有双手 只能依靠嘴巴来进行练习 对于这样一只多才多艺的狗狗 主人也很是欣慰 狗狗在纸上写了一个犬字 看来对自己的身份和位置认识得很清楚 据说接下来男子还打算花更多的钱用于整容 他想在皮肤里植入牧羊犬的毛发 甚至想改造自己的外形和器官 他想成为一条真正的狗 但目前的技术还无法实现 不得不说这是我见过最变态的想法 现在男子已经不使用人类的语言 他会用行为和汪汪汪的叫声表达自己的意思 男子在转型成动物前留下一句十字真言 辛苦做人不如潇洒做狗 如今他已经不在乎世人的眼光和看法 如愿以偿地过上了一条狗的生活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为了顺利混上编制 这只老鹰竟然装傻冲浪了两年半 每天训练超过一小时就喊累 不但如此 这家伙刮风下雨不训练 气温太高不出门 就连围观的人多一点他都不干 更让饲养员无语的事 作为翱翔天空的霸主 这只堕落的老鹰居然表示自己恐高不会飞 饲养员说他从未见过这么笨的老鹰 别人家的老鹰都是上九天打架下午羊捉雨 随便正吃一飞就是十万八千里 可自家的老鹰不仅不会飞 就连胆子都比母鸡小 平时周围一有点风吹草动就被吓得满地乱窜 哭着喊着往饲养员怀里钻 没办法小姐姐只好将老鹰抱在怀里哄回他 好家伙这到底是老鹰投错了他 还是母鸡劈错了皮 虽说他长着一副鹰的外表 但行为却表现得激励激气 可即便如此 饲养员依旧每天不厌其烦地训练他飞翔的能力 希望能帮助他早日回归大自然 小姐姐不断示意老鹰飞到自己的胳膊上 本以为气势汹汹的老鹰就要同空飞起 没想到老鹰扑腾了几下 下一秒直接变成了走地鸡 对于这种情况饲养员已经见怪不怪了 毕竟自己就从来没见他飞起来过 浑水墨鱼一上午后老鹰回到宿舍洗了个冷水澡 接下来就是午饭的时间 不久后饲养员为他端来了新鲜的泥丘 老鹰看着今天的午餐若有所思 心想的自己之前可都是吃牛肉的 今天突然改变伙食 难道自己偷懒混编制的计谋被识破了 机智的老鹰连忙摇头表示自己不是一只杀生的鹰 对这种小黑子并不感兴趣 饲养员试着将食物送到他面前 老鹰马上装成一副受到惊吓的样子 宁悦挨饿也不肯去吃地上的泥丘 小姐姐见状也是心疼得不得了 赶紧跑来安抚受到惊吓的老鹰 然而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 这一切竟都是老鹰设计好的阴谋 救助人员在野外发现他后便交给了动物园照 由于从小被人工饲养 这只老鹰似乎丧失了野性 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只不会飞的鸡 对此小姐姐也十分愧疚 每天想尽各种办法陪他训练 希望能帮他唤醒与生俱来的野性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只老鹰变得越来越懒惰 就连性格也和小姑娘一样 动不动就跑到自己怀里撒娇 看着日渐堕落的老鹰饲养员 只好请来金牌训音师帮忙 希望尽快帮助他回归大自然 因为这所动物园根本没有属于老鹰的档位 老鹰看着眼前的陌生人顿倒不妙 马上施展自己的独门绝技 他像往常一样跑到饲养员那里撒娇奈眸 却没想到训音师早已看穿了他的白血 二话不说抱起他继续训练 但聪明的老鹰并不买账 他知道只要回到心软的小姐姐身边 就可以顺利逃避训练 可训音师并不打算放过他 对他开展了一系列的特殊训练 为了监督老鹰偷懒的行为 训音师还高兴聘请了一位王牌飞行员 来为他进行示范 没办法老鹰只好乖乖地进行训练 此时的老鹰已经顾不上伪装 各种五花八门的项目搞得他头晕目眩 没一会儿的功夫就被累得气喘吁吁 等到中午休息时 气急败坏的老鹰终于露出了本性 对着盆里的小鱼就是一顿宣泄 心想着要不是看这里福利待遇好 自己早就不装了 第二天还没睡醒的老鹰一大早就被训音师扔进了香嘴 接着就把他往白米的山顶送去 还没等老鹰反应过来 训音师直接把他抛了下去 这下老鹰再也没法装了 立刻张开双翅在空中翱翔 第一次飞行的老鹰也没想到 原来自由飞翔的感觉竟是如此美妙 在天空盘旋一圈后 老鹰突然想起了编制的事情 于是他赶紧飞回了饲养员怀中 接着饲养员拿起弓箭射向半空 为了弥补过错老鹰马上冲上去将剑叼在嘴里 他委屈地看着饲养员 希望他能念在多日的感情上收留自己 饲养员对此也是哭笑不懂 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竟然被一只老鹰骗了两年半 不得不说这只老鹰是懂生活的 大家觉得他像你身边的哪个朋友吗 一位小哥在散步时 无意间在下水道里发现了一群小奶猫 几只小家伙蜷缩在角落里 好奇地打烂着眼前的陌生人 原来当当小哥在马路上听到了小猫的叫声 他沿着声音的方向寻去 结果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没想到今天刚出门就捡到了宝贝 于是小哥马上联系了几个好友前来支援 看见有陌生人靠近 几只小奶猫全都瞪大了眼睛 心想着自己藏到这里都能被你们这群老六找到 由于是第一次见到人类 几只小家伙害怕地缩到了墙角 不过看他们干净的模样 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群流浪的小猫 几只呆萌的小可爱顿时就让小姐姐的猫饮饭了 他迫不及待地凑到小猫面前 伸手抚摸着他们的小脑袋 这模样简直要萌化了 好不容易遇见这么几只奶胸的小猫 今天说什么也要给他们挡回去 随后小姐姐拎起一只小奶猫 被抓住命运驳梗的小家伙 瞬间就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接下来是第二只 这一招果真是小猫咪的克星 也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去了哪里 可以看到小家伙们的颜值都很高 而且还长着一双深蓝色的大眼睛 很快三只小猫就被顺利拎到了外面 另外的两只索性也放弃了抵抗 于是小姐姐一次性将它们都捞了出来 小猫们似乎也感受到了人类的好意 它们并没有过多反抗 反而表现得异常乖巧 没想到流浪的生活并没有影响小家伙高超的颜值 看小猫一身白净的模样 小姐姐猜想它们肯定是由母亲照顾 但仔细观察后四周却没有看见猫妈妈的身影 于是大家将它们放回原位 希望通过小猫的叫声来吸引猫妈妈 在经过几小时的漫长等待后 四周始终没有发现猫妈妈的身影 为了不让它们变成小流浪 小哥一行人只好先将小猫打包带走 回到家里后小哥为它们购置了许多玩具 想不到几只小猫刚到陌生环境就肆无忌惮地玩了起来 看来这是完全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呀 看见几只活泼可爱的小奶猫 小哥的祖母顿时乐地合不拢嘴 此时的老奶奶开心地像个孩子一样 心想着这下总算自己有个伴了 至此几只小猫也结束了流浪的生活 接下来等待它们的将是幸福的喵生 小小的善举对于它们来说却是一次崭新的生命 最后希望每个流浪的小动物都能被善待 我是小奶豆我们下期再见